那这个activity要跳到下一个livity的话 后面记得就是说 我要从这一个切换到下一个的话 下一个在哪里 就是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叫什么 gdd01底线child点java 那可是特别注意 你在切过来的时候 它本来是点java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改成点class 那为什么变成点class呢 实际上到底应该很简单 就是compile之后点java会变成就点class 就是这个点java档 java档compile之后会变成class 所以呢你就是把这个点java改一下 这样的话它就知道说 你要跳到第二个activity 那中间要bundle三个东西 所以你在这边再宣告一个bundle 然后把一二三三个东西 升高把它放在哪里 这个升高的这个变数把它丢到我一个key的名称叫做h wait放在h 然后呢 性别放在这个sex里面 那怎么样放进去呢 特别注意 就是用put double 有没有前面哪个一定是put double 然后呢第三个一定是put string 因为是swing嘛 特别注意它哪一种资料型别 你就要用哪一种方法 那其实你就b点 点下去方法就会出来 你就选正确就可以了 然后呢最后呢bundle三个资料 再交给intention 去做什么呢 put a issue把它丢进来 那有点像email信 email的时候 你要附加三个 附加档一样的道理 然后intention呢 就会把这个三个东西 要传递过去的时候呢 顺便丢给下一个 那怎么丢给下一个 后面呢 请你加一个方法 叫stop activity 很简 stop activity 后面把intention加进来 所以这样就切过去了 那基本上 如果你做完这一些动作的话 那我little wrong一下给你一块 一二三个东西按计算认 按下计算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呼叫intention 那intention就把它切过去 顺便带三个资料 计算完之后的话 按下去 它就会计算结果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动作 好像很快 很简单 但后面呢 实际上做了这些事情 尤其是这一段 然后我想 这个部分呢 其实不用死背了 你大概有观念 你大概就可以写出来 那主要 需要背的大概就是这个方法 set class 后面两个东西 然后bundle三个东西 这个三个东西的话 就上面这三个东西 再把它用put extract 然后呢 把b放进来 那stop activity 把intention放进来 就好了 我想这地方 你大概有一个观念的话 就可以很快把这部分写出来 OK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这一部分的程式码稍微撰写一下 用了解的比较不需要去死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好了 非常lak油 这种方法 还要呢 小绩状aria 断 小绩点